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是说早年的明星 明星很大 早年的明星 而是当今有时候被称为中国声音 或者是中国四大男声 都是顶尖的 而且是各行各业的 有这个电视片解说的 有意志片的 有广告的 有演员 有视演员 等等等等 那么 他们很支持 因为我每次卖票 再怎么卖 因为老宋剧场不能太大 咱们办不起这种老宋会 但是呢 他们很支持 他们自己也互带一些 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办成 不然的话 每次都是 我们到处去画园 就是把自尊 踩在脚底 给你要200 给你要300 我70岁了 我觉得就太难受了 这样子 跟人要钱太难受了 那么另外就是 上次呢 他们是怕场子乱 说不许这个 十岁以下的 都不许孩子 不许孩子来 但后来我放宽的尺度 说许孩子 但是我是觉得 参加朗诵比赛的孩子 不是社会上的孩子 而且上次实践证明了 这些孩子表现都非常好 但这次我们想升华一次 想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国内有过这种情况 就中国古典诗词串烧 什么意思呢 选这么好多手 也不报题目 就当中一手完了一手 一手完了一手 这么练着 然后呢 这个在开场第一个 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 都上来 然后呢 从每个人启蒙的 额额开始 然后后面 很深的都有 什么在水一方 前面乱七八糟 就说 我都背不下来 那么 这个呢 又结合这个 我刚才讲的这个 真元一 这个背下来 一辈子受用 我现在 比如说会的一些古诗 是我中学学的 我经常会用 那么 我现在还没发消息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 我觉得就是说 一个孩子 小的时候 要有一些见识 有一些经历 可能对他一生 对我影响 像我小时候 因为本来我也不想说 那个我看那 索一斤在那介绍上说了 像我小时候 拍了两部文章篇 就对我后来 做这个电视播音员 就有影响 就想一将来 我要考什么什么 将来我要什么什么 那么 这次呢 就是大家参加了 这个比赛 哪怕你不能入围 没有进入复试 只要你用心 把这些很顺略的 能背下来 那么 都有机会参加这个 那么我们还想 为了让更多的人 参加两场 可以就说 大家能流来 那么等我发消息之后呢 我会通过一心 把这消息发给大家 大家就是 报一下名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 到时候去参加比赛 最后呢 再上台节目 才可以跟那些 朗诵的前辈 那些大师 那些中国最好的声音 可以合影 将来也是一个 有纪念意义的事情 那么 就是 进入四月份以后吧 大家注意 一心 你们有个网 是吧 他们要给你们 发消息都是用 你们都注意一下 那个 然后我希望 就是给自己孩子 这么一个机会 这个就说到这 那么下面呢 就是我们还有 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可以互动一下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讲一下 刚才你说的那个 留学生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 非华裔的子女 对 在美国上 那个一心呢 你把这留学生组 换成非华裔子女 就你留学生组 有点局限的 好像只是使馆的子弟 对 是不是里边提到的 那个像 像小律散啊 这些 就是非华裔子女 没有留学生的 每个组 每个组的那个 指令都不一样的 不是 那你像当元参加什么 方元参加非华裔 非华裔你有吗 有啊 有啊 那误会了 那非华裔和留学生 不是一回事 那误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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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生是不足